由于打到总结赛基本是两天一赛 我就想开闭点新栏目 取悦观众片点点击 前天进行了一下试水 来了一个读私信 D台K台Y台X台都正常 我目前粉丝最多的B台 给我判定成网报引战了 然后稿件直接被限流了 我进行了人工申诉 但是没有用直接被驳回了 我觉得这个判定有点奇怪 如果这个真的算网报的话 也是我网报我自己 因为所有的私信ID 我都非常小心的进行打码 而且我选择的是相对比较温和的私信 那个分类为疑似不良消息的栏目 我一条也没读 隔了一天又来了几百条新的私信 但是看起来也不用读了 再读还是网报 其实我之所以要读私信 除了水视频片点击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我经常能够收到一些私信这样说 假装看不见是吧 装死是吧 不敢回我是吧 然后你们今天也看到了 仅仅过去一天 不算那个疑似不良消息的分类 我又搜到了169条私信 所以你说我怎么回 而且这还只是B台一个视频平台的私信量 然后这两天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几位球迷 竟然加了我的微信小号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连我爸妈都不知道我这个小号 起初我通过了两个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找我干嘛 万一是哪家四街五百强 想聘请我过去当CEO 或者是联合国想拜托我当秘书长 那我要是没有通过 损失起不死就大了 所以我都给通过了 然后一个小时 俩人给我发了超过100条消息 我是真佩服他们的经历 起初我还回复一下 后来直接就给拉黑三除了 然后再有人加我 我就直接给忽略了 所以小马一鸣老马雁红 库克马斯克等诸位老板 真不是我高冷 你们要是想拼请我当CEO啥的 直接在这条视频下面评论就行了 我那微信暂时就禁止加好友了 因此综合以上这些原因 我身为一个篮球博主 我觉得我有必要 也需要偶尔做一做读私信的节目 这也算是给那些情绪不太稳定的球迷 一个交代 但是既然读私信读不成了 那就干脆读评论吧 因为但凡能够过审 并且短时间内没有消失的评论 应该都是符合阳光温柔正能量三要素的 以后我会在B台D台K台Y台X台 五个视频平台选择评论 不定期做节目 该活动面向全世界所有语系的观众 也不仅仅只局限于篮球领域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想说的 或者有什么不过分的请求 都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 然后加一个暗号 授权ID上墙 那么你的ID问题或是请求 将有可能在读评论的栏目中 被我公之于众 我能解答的 能做的都会尽量完成 这个栏目主旨就是深度互动 估计你们关注了某位博主也会好奇 他到底看不看我的私信 他到底看不看我的评论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一个答案 我都看 并且我不仅看 我还要通过这种方式深度互动起来 如果这个节目受欢迎 以后我会想出更多的主题 发展更多的玩法 从现在起 我将为本栏目的第一期视频 搜集素材了 有授权ID上墙字样的评论 我将视为你参与了这个栏目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